為了散光雲 給您全方位的好天氣 為了散光雲給您全方位的好天氣 大家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天氣小叮嚀 第一點就是 我們台灣持續是一個高溫炎熱的天氣 要留意的是防曬防中暑 高溫來說 36、37度都是有可能的 高壓會逐漸增強 無後雲轉去零星 來看一下微星圖上面的說明 從圖上可以看到 台灣上海來講的話 比較沒有雲 這些所謂太平洋高壓的範圍 不能看起來高壓勢力 再逐漸增強 所以我們台灣上海來講的話 三區五後 還是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短暖陣雨 但是強度跟範圍來講 會慢慢的就會縮小下來 另外在台灣南邊這邊 在活動的雲層 就是所謂一些熱來擾動 這些擾動在未來來講的話 有機會發展成為 熱在性地下或是颱風 不過它都是逐漸往西的方向在移動 對我們台灣來說 沒有什麼太多的影響 那我們來看一下未來幾天的模擬圖 未來今天來講的話 我們台灣還是熱 還是太平洋高壓所籠罩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山區短暫的五後雷震雨 平地大概都是勤到勤勢多於 比較清朗穩定的天氣狀況的 那麼來看一下未來的預報 未來的雨區預報 還是在山區的五後為主 但是整體來講的話 持續的時間跟範圍都比較小一點的 來看一下未來的雨區 未來的雨區來講的話 持續都在山區的部分 而且擴展到平地的機會越來越小 目前看起來的話 可能要等到禮拜六、禮拜天之後 太平洋高壓是有一點點的減弱 到時候這個五後雨 才會稍微的多一點點起來 好 那麼來看一下這個預報 今天晚上來講的話 全台灣各地的空氣品質 都是屬於普通的等級為主 在西半部來講是晴到多雲的天氣 低溫26度高溫的31到32度 感覺起來是舒適到有一點點悶熱的狀況 那麼在東半部來講的話 也都是屬於一個晴濕多雲 比較穩定比較好的天氣狀況 低溫26度高溫30度 感覺起來都是比較舒適的 那麼在明天白天一整天的天氣 空氣品質部分是普通的等級為主 那麼全台灣各地來講 大概都是一個晴到晴濕多雲的天氣狀況 三星我後的短暫雷震雨 北部來講低溫26度高溫 北部可以來到36度到37度 是滿熱的 中南部也有33到34度也是偏悶熱 那麼在東半部來講的話 低溫27度高溫33到34度 跟正前都差不多 早晚是比較舒適一點 但是中午還是比較熱的 那一樣都是一個陰陽高照 比較穩定的時候 所以請大家記得要防曬防中暑 山區的話 午後短暫的一點點雷震雨 如果所有貼到雷震的話 還是要特別留意一下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氣象預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